今年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科研项目 新疆医科大学医学工程技术学院的王凯教授团队 创造了让国内生物数学领域都瞩目的成绩单 10个月发表了10篇被SCI收录的论文 通常发表一篇高质量的SCI论文 往往需要长期的调研、实验和论证 王凯团队一年如此高产实属不易 近日记者在新疆医科大学见到了王凯教授 王凯介绍在中国经历第一次疫情的时候 他和团队一起抓取了全国百余个城市的传播链数据 利用数学方法建模 从而掌握了新冠病毒传播的一些规律 主要是针对病毒的传播速度、无症状感染等问题 比如说这个无症状感染期 我们估计大概平均在2.2天 也就是说这个2.2天这个时间 它是没有症状但是具有传染性的 包括得到了这个疾病的传播速度 就是我们称为代际间隔 大概是就是从A传给B 大概需要5.9天左右 这些研究成果为新冠疫情的防控举措 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文章中的数据 科学运算得出的结论 还频频被国内外其他科学论文所引用 王凯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 和团队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有关 因为我是学应用数学出身的 大概在9年前来到了医科大学工作 然后前9年大概都在研究一些新疆本地的传染病 也是数理建模方面的工作 也是积累了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在王凯看来 很多医学类问题都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寻找答案 我就感觉呢 现在我们这个数学模型 包括数理统计模型 在医学上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 加上我们新疆医科大学 它有丰富的医疗资源 现在有八大附属医院 产生了海量的从临床数据到生物数据 各种的影像资料等等 未来应该是我们这个团队是大有可为的 从最初只有王凯一个博士后 到如今团队中已经有五名博士 一名再读博士和四名硕士 这支平均年龄仅32岁的团队 正处于科研创新的旺盛期 我们团队未来也计划在临床大数据 生物大数据 以及慢病传染病各类数据的建模方面 力争做到更高水平的研究